正常的基督徒信仰,卷三基督与新生命,尼拓生,第一篇罪的完全赦免,神要给人做一件事情,他不必在一个一个的人身上做,他只要把我们人类一起包在基督里面,他只要做在基督身上,而基督所有的东西就都做到我们身上了。 神拯救人的道理是在基督里面,神赐人一个新生命也是在基督里面,所以神不是改变我们的生活表现,而是把我们的生命都改变了,神能够除去我们的旧生命,叫我们得着新生命,这一切也都是做在基督里面,我们只要在基督里,一切就都成功在我们身上,几件事情要先做好, 但是,神在给我们新生命之前,有几件事情必须先办好,这几件事情若不先做好,神就不能给我们生命,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就没有资格来的这个生命,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中,得着神赐的新生命是最重要的一点,但是在得着生命之前,这里所提的事情也必须弄清楚,否则就无从得生命。 所以这些事情,有其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必须先看一下,罪的赦免,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罪必须得到赦免,好叫神有一个地位来给我们生命。 我们都知道,我们生命的表现实在是很坏很坏的,这些坏的表现就是我们所犯的罪。 虽然有人犯的罪很粗鲁,很难看,有的人犯的罪就比较文雅,好像不大显在外面,可是无论是粗鲁的罪也好,文雅的罪也好,这些罪都必须先得到赦免,还要得到公公正正的赦免,然后才能得着神的生命。 救生命的解决,第二件,我们原来的那个犯罪生命,必须有彻底的对付。 因为若不在根本上解决它,它还会生产出罪来,它仍旧会不断地结坏果子,叫你的言语、行动仍然都是罪。 所以,神也必须把我们救人的生命一刀两断地了结它,从根本上解决它。 然后,神就在基督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叫我们今后凭着这个生命活。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能过神的生活,而达到神所要达到的目的。 懊悔还不够,神如何来赦免我们的罪呢?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许多人,有一个很大的错误思想,以为说,我虽然犯了许多罪,但是如果我懊悔了,我的罪就过去了。 可是,我愿意告诉你,懊悔永远不能赦免你以往的罪,因为事情还留在那里。 你可以对你所犯的罪懊悔,但是你的罪不会因你的懊悔而消除。 我在开封讲道的时候,有些行政官员也在那里听。 我说,如果这里有一个土匪,做过很多案,害了很多人,也一直地没有抓到他。 他忽然有一天来到你们面前说,以往的是我懊悔了。 从今天起,我完全改邪归正,我决定安安分分地做个好人。 请问你们,是不是他以往所做的案子,那么多受害人的申诉,那么多被控诉的罪状,就统统不算了。 全部都不算了。 国家的律法肯让它过去吗? 神的义总要顾倒。 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所有的罪都带来一定的刑法。 所有我们的行为,所有我们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事随便可以过去的。 我们生命的表现是不对的。 不只得罪了自己,也是得罪了别人,不只得罪了别人,也是得罪了神。 神乃是公义的神,他绝不能马马虎虎地忽略人的罪。 神的公义不能随便让人的罪过去。 我记得一个事实,从前有一个人杀了人,抢了人的钱,逃到另一个地方住,后来结了婚,生了孩子,而那个地方的人都不知道他以前的事。 终于有一天,来了三个侦查他下落的人,就把他逮捕了,要把他带走。 这个人就问他的妻子说,我这些年和你在一起,你看我是不是个好丈夫? 他妻子说,你的确是一个好丈夫。 他又问他的孩子说,我是不是个好爸爸? 孩子也承认,他的确是个好爸爸。 他又问邻居们说,我住在你们中间这些年,有没有侵犯你们? 有没有亏负你们? 我算不算是个好邻居? 他的邻居也一口同声地称赞他是一个好邻居。 他就对三个侦查人说,我实在是个好人,这些人也证明我是个好人,可以是放了我吧。 那三个人说,你和谁都好,但是与法律不好。 你的悔改也许保守你以后不犯罪,可是不能清洗你以往的罪,也不能拯救你逃脱法律的定罪。 结果,还是要把他带去法庭受审判。 良心也不放过去。 而且我们的良心也不能放我们过去。 良心睡觉的时候,我们还不太觉得我们有错,可是良心会睡觉,良心不会死。 良心一旦醒过来,他就要给你看见你的罪,他要叫你难受。 也许他今天不出声,不说话,但是他不是永不出声。 对你以往的事情,他不会让你过去的。 神赦免也要顾倒他的义。 并且,神不能随便地赦免我们的罪。 若是我们随便地犯罪,神也随便地赦免我们所犯的罪,我说句顶直的话,神自己就犯罪了。 神不是不能赦罪,神只在与他的体统合得起来的情形下,才能赦罪。 神不能因着赦免我们的罪,却把自己陷于不义。 神永远是公义的神。 这一次在开封,我就遇到这样的一件事。 有一位基督徒姓尹,是省政府一个厅的主管。 一天他请我吃饭,饭后谈话的时候,他说, 我现在正碰上了一个非常难办的问题, 就是我们厅里有几个人舞弊,盗用了公款一万多元,被查出来了,扣了起来。 按照行营的规定,反舞弊在五千元以上的就要枪毙。 所以按照法律的规定,他们都得死。 他说,到底我是个基督徒,真不愿意把人处死, 但是若赦免他们嘛,我自己就违法犯罪。 把他们枪毙嘛,实在于心不忍。 我真是为难极了,你看怎样办。 那一天,我也想不出什么两全的好办法,来拯救那几个人。 法规是那么严,绝不通融。 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能卖法,不能做不义的事。 可是一公义,人的性命就给我们公义的没有了。 神行罚了基督,那么神用什么方法来赦免我们的罪呢? 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从救恩中不光得到赦免,而更得到称义。 圣经许多次都是说赦罪称义,这是叫我们得到新生命的第一步。 我们要比较仔细地看,怎样得到赦罪和称义。 我们还要说到基督,因为他在这些事上非常的要紧。 神看基督乃是一个新人类的起头,他是第二个人,他又是幕后的亚当。 首先的亚当是一个非常大的大人,全体的人都包在他里头。 他一个人犯罪,全体的人就都犯了罪。 现在呢,神就在基督身上施行罪的刑罚,因为基督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大人,我们是包括在基督里面。 这样,我们与他是合一的,也就在他里面受了刑罚了。 因此在圣经里说,基督死就是替我们死。 不是要你个人去死,乃是你在基督里死,基督包括你死了,你的罪就得到赦免了。 神所以赦免我们的罪,乃是根据他已经在基督里刑罚了我们。 这不是随便的赦免,乃是公义的赦免。 神赦免的手续。 有一次,有一个人在这一点上,对我说, 你先生,神要赦免我们的罪,就赦免好了,何必还要他儿子来,定死在十字架上,何必这样? 旅物已动浅灰劳一倩纳丁二皇且环绰枪康木,木蒙耍丝壽仙陀仙, 还千善晚威辽灰除想囊一倩闹争且积缩中魔。 千几年,我在南京明德女校,也讲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叫我们罪得赦免得到。 但是那些学生们,还是不能领会。 我讲到的地方,面前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个很好看的花瓶。 我就问那个校长说,如果有人把这个花瓶打破了,按照你们的校规,应该怎么办? 校长说,按规章是要赔的。 我说,若是赔不起呢? 他说,那总得赔。 我说,若是被一个你所爱的学生打破了,那要不要赔? 他说,还是得赔。 第二天在讲的时候,桌子上的花瓶忽然不见了,果然被一个学生打破了。 而那个学生是校长所爱的,并且又是赔不起的。 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再讲耶稣替死赦罪的旧法。 校长不能因爱这个学生而不叫他赔,但是叫他赔他又赔不起。 在这两难之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校长拿出赔款,替这个学生付出来,一面符合了校规,一面也显出校长的爱心来。 你可以看见,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担待了一切罪行,叫我们得着赦免。 基督来,就是神来,他来替我们赔。 他这样做,一点也不会陷自己于不义,他是非常合法,非常公义的。 赦免是吃亏。 恐怕我们还得看一点,什么叫做赦免人的罪。 赦免包含着一个意思,就是那被得罪者担当了得罪者的刑罚。 比方说,一个人把我的铅笔偷了去,但是我赦免他。 这个赦免,就是说我吃了失去一只铅笔的亏。 什么是不赦免呢? 就是说,你把铅笔拿回来,叫我不吃亏。 所以赦免是什么呢? 赦免就是来吃那个亏。 那个学生把花瓶打破了,应该是他赔。 不赦免,就是要他拿出钱来赔。 若是赦免他,就是由校长做那个被得罪者,校长吃那个亏,替他赔。 所以,神赦免我们的罪,就是说神吃了我们罪的亏。 绝对没有第二个人能赦免我们的罪,只有被得罪者才能吃得罪者的亏,别人是做不到的。 基督在这里就是神,也就是我们所得罪的。 他赦免我们,是因着他吃了我们得罪他的亏。 基督在人的地位上。 另外一点,基督乃是个人。 基督担当我们的罪,乃是站在人的地位上。 所以,神把基督当作人,也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基督里面。 神刑罚了基督,也就是刑罚了我们。 因此,神是在他儿子基督里面刑罚了我们,也是在他儿子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神的赦免是非常公义的。 临后五章十四节末了二句,因我们想一人寄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这一人是指着基督,众人是指着我们。 基督一个人死了,就是我们众人都死了,因为我们都包括在他里面。 据说,我们中国人都是从皇帝而来的。 如果在当初的时候,有一个人把皇帝杀死了,那就是把整个中华民族都杀死了。 因为整个民族都包括在皇帝里面。 照样,如果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的基督受了罪的刑罚,我们也就都受了罪的刑罚。 基督死了,就我们所有的人也就都死了。 童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无罪的又是基督,是他替我们成为罪。 什么是成为罪呢? 就是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是把他当作你和我的罪。 在十字架上,神看基督好像是罪,好像是我们全部人的一个罪。 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就把罪整个结束了,除掉了。 叫我们这一切在他里面的,也把罪结束了。 好叫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 赦免我们是神的义。 为什么这里不说成为义而说成为神的义呢? 成为义与成为神的义有什么不同呢? 成为义的意思是说我们做的事情不错,成为神的义是说显出神是义的。 这二者是不同的。 神赦免我们的罪不是不义的,乃是义的。 神把基督刑罚了,结果神就在基督里赦免了我们的罪。 神不是马虎地让我们过去,他不是随便的神,他赦免得非常的义。 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坐船到九江去,船上有一个信回教的人在甲板上看书。 我和他谈了起来,我说,我也喜欢看一看你读的经,看看里面有没有救法。 他说,只要悔改前非,就可以得赦免,何必救法? 我说,如果神是这样赦免你的罪的话,神自己也犯罪了。 他听我这样说,吃了一惊,好像从来没有听到过一样。 我说,人犯了罪,只要悔改,罪就得赦免,你看这公义不公义。 比如一位法官,抓到了犯人,看见他悔改了,就把他释放了,这样作义吗? 他想了一下,承认这样,做是不义。 可惜,因为没有功夫了,所以没有把基督替死的事向他说得清楚。 神的救法,就是刑罚了他的儿子,叫我们从他儿子身上得着赦免。 设立耶稣做施恩座。 罗马三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这一处圣经虽然较为难懂,但是有两个重要点,我们记得就可以了。 神立耶稣做挽回祭,挽回祭元文做施恩座。 旧约时代,约柜上面有一块金板盖在上面,这个盖就叫做施恩座。 人对神的祷告,就从这里过到神面前,神对人的答应,也从这里来到人中间。 这里是神人之间的地方,也是神人会合之处。 现在,耶稣就是这个施恩座,就是神人相会之处,所以能这样是凭着耶稣的血。 耶稣替我们死了,流了血了,赦免了我们的罪,成了我们的施恩座。 那么,耶稣没有死以先,神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从亚当到耶稣,四千年之久,人不知犯了多少罪,神虽然宽容,但是神并没有让他过去,神并没有不义。 可是现在的时候,神把他儿子差来了,从今以后,耶稣就使我们称义了。 神这样称信耶稣的人唯义这件事,也是义的。 这一段圣经,就是说明神怎样来办这两件事情。 一件事,就是你现在所有的罪的这赦免,这样做是义的。 一件事,是神宽容了人先时所犯的罪,这样做也是义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神知道将来耶稣要来。 神因着耶稣的死,就宣告我们无罪,而又维持了他的义,因为他绝对不能不义。 神岂能不义? 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在主里的姊妹。 她说,她是一个很不好的人,犯了很多很多的罪。 一个女人在社会上所能犯的罪,她都犯过,因此她认为她不能得到赦免。 我问她承认,不承认耶稣是为人的罪流血的,她流血是为熟人的罪。 她承认,她知道这些道,但是她认为信主这么多年,还犯了这么大这么多的罪,不能再得到赦免。 我本来是坐在那里的,我就忽然站起来,到她面前加强我的语气说,你的罪的赦免不得赦免,我不在乎。 但是你所说的话,意思是说,神犯罪,这一件事情我在乎。 你一面相信你是在基督里的,但一面又不信你的罪会得赦免。 你想想看,若是神不赦免你,神岂不是不义了吗? 神不义就是神犯了罪,这是怎么得了? 你沉沦,你灭亡,我不管你。 但是神已爱了你,也拆遣了他的儿子,为你还清了罪债。 他儿子的死,就是你的死,你的罪都归到他身上了。 若是照你的话,神居然说了,又不算数了。 神又来向你追讨罪债。 神不能赦免你的罪,神居然成了不义的神,这还得了。 我不能不在乎,我们的神岂能不义。 那一天,眼泪从他眼睛里流了出来,他说,我是有罪的,但神是义的。 他在基督里不能不赦免我的罪。 我的罪最多,感谢神不得不赦免我。 神若不赦免我,神就不义了。 按着神的义来得救。 不错,神是有恩典的,但是你不必按着神的恩典来得救,可以按着神的义来得救。 神的恩典是根据于神爱我们,叫神愿意救我们。 神的义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叫神不能不救我们。 耶稣若没有死,神是自由的,他可以自由地救我们,或是不救我们。 耶稣死了,神便受了捆绑。 凡凭着耶稣的血来到神面前的,神就没有法子不赦免他。 你知道吗? 神没有法子不赦免了。 这就是神义的救法。 在基督以前,神如果随便赦免我们的罪,叫我们不受罪的刑罚,就要使神自己犯罪。 现在,神已使他的儿子定在十字架上受了罪的刑罚,把罪的问题解决了。 凡凭着耶稣的血来到神面前的,神也不能不赦免了。 现在变作若神不赦免,神就是犯罪了,因为把自己陷于不义。 神不能不救我。 也许有人会想说,得救这么容易吗? 恐怕需要多祷告吧。 祷告到够长,长到一个地步,倒得神灰心转意了,那我才可得到赦免。 我说,绝对没有这件事。 今天,就是神不回心转意,神也得赦免你的罪。 就是神真不喜欢你这个人,神也得赦免你的罪。 不在乎你祷告的长短,乃是在于神已经把救赎做成了。 神就是不高兴救我,但也太迟了。 早二千年还可以,现在神已经悦纳了基督的计,他就不能不救我。 罪人只能受一次的刑罚,不能第二次再受。 并且神为着要赦免我们的罪,曾经花过多少功夫,费了多少事,在基督里成功的救法。 现在,神就是托我们这些传道人到普天下去,给人看见说神已经成功了救法了。 他可以赦免你的罪,而不会陷自己于不义了。 神光明正大的赦罪。 也许有人说,为什么我不觉得自己得救了呢? 为什么我相信之后,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也不觉得心里有什么平安呢? 请你记得,这不是你平安不平安的问题,乃是神平安不平安的问题。 你觉得平安或不觉得平安都无关紧要。 现在是神是否光明正大的赦免你? 神在基督里赦免你,是顶光明,顶正大,顶公义的,把你的罪赦了,只要你接受就够了。 有一处圣经是比较为人所熟知的,就是马可十章四十五节。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可惜很多人只读到此处,把下面的脚断掉了。 下面并且两个字应当翻作圣旨。 主耶稣来服事人,服事到什么地步呢?甚至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马太二十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他流血乃是叫我们罪得赦,他舍命是做我们的赎价。 我们在基督里才能得着赦免,在基督以外,就是有赦免也是不义的。 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我们在选读几处的圣经,来看明白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救赎,叫我们因着他得救。 罗马五章六至八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唯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罗马五章九至十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这明明给我们看见说,基督的死,不是一个殉道者的死,不是为着某种信仰,或是为着某种主义而死。 他是为着罪死,给罪人一条路,能够得宣告无罪。 所以,临前十五章三节也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西伯来九章二十二节摸二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罪必须刑罚才能赦免。 比前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同书三章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约一章七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罪都归在基督身上。 以赛亚五十三章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几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里的归在,最好一座摆在。 我们众人的罪孽都摆在耶稣基督身上了。 有一位做会计的弟兄说,这就如同转账,本来是你的账,现在转到耶稣基督的账上了。 有一个人请教一位基督徒罪得赦免的方法。 这位基督徒把以赛亚书这处搬出来说,你从这里第一个兜子进去,从第二个兜子出来,你就得救了。 我们都如羊走迷,是的,我也在内,我是个走迷了路的罪人。 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是的,我的罪孽也都归在他身上了。 有一首诗歌,是对这救恩写得非常好的诗歌,诗歌二三五首,现在把它录在下面。 一,我为什么优惧疑惑?神岂未曾将我罪过归他儿子身上。 诸所为我还清的债,公义的神能否再来,要我重新清偿? 二,你的救赎永远完全,你已还清每一文钱,我们所有罪礼。 神的愤怒不能威胁,因我已经洒上宝血,靠恩已经称义。 三,你既为我领得赦免,你既给我白白恩典,罪债一起清算。 神就不会两面讨偿,先在我的中宝身上,后又要我归还。 第二篇,罪人也与主同钉。 神喜悦将他自己的生命分给人,这是神的救法中最主要的一点。 只有得着了神的生命,才能够有像神那样的生活。 如果要以人的生命来过神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人生命的表现是罪,因此神要先解决了我们所犯的罪,赦免我们的过犯,而神却不损害自己的公义。 这一点,我们已经看见神刑罚了他的儿子,而我们因着在他儿子里面,我们的罪就都得赦免了。 还要解决犯罪的根源。 但是神的救法,不光是停在赦免我们的罪,神更要彻底地解决我们那个犯罪的根源。 因为我们曾看过,人犯罪不是起源于环境不好,乃是起源于我们这个人坏。 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生命表现。 人的生命坏了,自然就有犯罪的生命表现。 比如,我用手指来扣这个桌子,你们听了这堵堵堵的声音,就知道这是木头所发的声音。 我若再来扣这块铁皮,你们听了呛呛呛呛的声音,就知道这是铁皮所发的。 声音不同,不是因为我扣法不同,是因为所扣的物质不同。 我无论怎样改变我的扣法,也不能叫木头发出铁的声音,也不能叫铁发出木头的声音。 人生命的表现也是这样,环境不能把人里面所没有的扣出来。 性情慢的人,在任何环境之下,他总是不急,总是慢慢的。 但是性情急的人,环境把他一扣,就把他的急扣出来了。 一切外面生活的表现,都是由于里面生命是怎样的。 所以,环境的试探,不过就是把人里面的东西发表出来而已。 试探永不会把人里面所没有的扣出来。 环境显明我们的生命。 有一次,有一位朋友来对我说,人都是受环境支配的,这里的环境好,这里每个人就都好。 如果这里的环境坏,那么这里每个人就都坏。 环境如果变好了,人也就变好了。 环境如果变坏了,人也就跟着坏起来了。 我说,照你这样说法,好像海里的鱼都是咸鱼,因为海水是咸的,河里的鱼都是淡鱼,因为河水是淡的。 不是,环境绝不能支配我们里面所没有的,环境不过显明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些什么。 我们人的生命到底有些什么呢? 实在有许多很坏很坏的东西,只要环境轻轻一扣,它就要发出来。 许多有道德的人说,你若压制自己,你就好了。 因此有很多的人,就压制自己,不敢放手,唯恐它发出来,稍微一放松,它就发出来了。 这样人就要做一个非常受拘束的人,天天压制着自己的行为,但是事实上是做不成功的。 神也不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吗? 不能。 不止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连神也不想改变它。 人的生命好像是一个制造罪的工厂,天天有罪的产品生产出来。 所以,神在赦免罪之外,还要解决我们这个犯罪的根源。 神既然不来改变我们人的生命,他如何从根本上来拯救我们呢? 这就是现在要来看的拯救的第二件事。 罗马六章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人如果要得着拯救,脱离他罪的生活,这个人除非死了,就别无他法。 人死了就脱离了罪,就不再犯罪了。 我认识一个朋友,打牌有大瘾,非但整日整夜地打,而且当凑不起一局的时候,他那个难过,真是形容不出来。 他要不就把牌拿在手中摸了又摸,或者找着别人在打牌,他在旁边看一看,也好稍微过点瘾。 他就是这么被牌支配了一生,但是他已经死了。 他一过世,你看他就不会打牌了,你就是把牌塞在他手中,他也不要了,死叫他脱离打牌了。 再比如说,有一个最骄傲的人,最喜欢夸说自己那些荣耀的事,没有一个办法能消除他里面的骄傲。 一天他死了,即使全世界的人都来,围着他赞美他,来背诵他那些光荣历史,但是他怎样呢? 他还能骄傲得起来吗? 以死脱离罪。 所以神对我们人的救法是死。 以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我们还要看前面一节,就是罗马六章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我们要比较仔细一点来看这处圣经。 这里有两处的译法,要有点改正。 罪身就是犯罪的身体。 灭绝,这个词意的和原文的意思不大符合。 这个词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是失业了,没有事情做了。 另一个意思是瘫痪了,不能行动了。 用在这里,失业的意思更重,所以这一句可以一做,叫你犯罪的身体失业了。 罪和救人和身体。 这处圣经里有三个重要的东西。 一个是罪,一个是救人,一个是身体。 罪这个东西是有位格的,还能做主人。 这里的罪,不是指零零星星所犯的罪,乃是指一个有权势的主人,能挟制住人,能抓住人,叫人犯出一切零零星星的罪。 人呢? 人就成了罪的奴仆,被罪这个主人指使,听罪的命令,去犯出各样的罪。 平常人对于这个主人,不太觉得有多少力量。 但是,人一旦想压制他,就不知道要花多少气力,还是敌不过罪的势力。 你若想压制自己的脾气,想要忍耐下去,用了多少那压的力量,还是不知从那里就爆发了出来。 罪是主人,逼着人去做罪恶的事情。 这里圣经所说的救人,就是我们这个人。 人时,既上是喜欢罪的,罪来试探人,人一听到罪试探的声音,就喜欢得很,就接受他的支配。 罪固然是有势力的东西,更加上我们遮救人的响应,立刻就勾结起来。 在这个情形之下,他们就找到了身体,身体就有事可做了。 或者是叫眼睛去看,或者是叫耳朵去听,或者叫手去做,或者叫脚去跑。 身体就把罪的主张,以及救人的赞同,一一地去实行出来了。 罪是下命令的,救人是顺服这个命令的,身体就去实行,把罪犯了出来。 这三个是合一的,也是合作的。 经过这三个,就犯出种种的罪来。 不是把罪拔出来。 神的救法,就要救我们脱离罪。 但是神的救法,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是,若能把罪从我们身上拔出来,那就好了,那我们就不犯罪了。 但是神的救法,并不是把罪从我们身上拔出去,不是像拔树一样的,把我们的罪连根拔掉,神不这样做。 我们东方人的观念,就是以为只要把罪压制住了,连动都不让他动,我们就不犯罪了。 但是我们这个人,实在是喜欢犯罪的,根本就不想压制罪,就是勉强去压制,也是没有果效的。 神的救法也不在此。 神的救法并不是去拔掉罪,也不是去对付身体,它是在我们里面患上一个人,把那个喜欢犯罪的救人除掉了,患上一个不喜欢犯罪的生命。 当犯罪的试探来的时候,我的新生命并不喜悦,更不响应,身体也就在犯罪的事上没有用处了。 神只对付旧人,所以神的救法和一般宗教的观念是大不相同的。 神不去对付罪,乃是让他存在着,不去动他,身体也照旧。 神所对付的,乃是里面的旧人。 旧人等于我们的生命,把旧人致死了,等于致死了人的旧生命,换了一个新生命。 如同把这边的罪与那边的身体留着不动,只把中间的媒介更换了,教罪没有法子通过去。 这个新生命所成功的人,圣经叫他做新人。 所以,当罪再来试探的时候,这个新人和旧人就大不相同了,这个新人是不受试探的,他不赞同罪的试探。 他不像从前的旧人,常常响应罪的提议,以致叫身体犯罪。 新人对于罪,是两立的,是不听罪的提议的。 犯罪上等于失业。 那么身体呢? 到了这个时候,身体虽然还肯做罪的奴仆,罪仍旧有他的势力, 可是罪的全是因着新人的足梗通不到身体那里了。 这个新人,不再听罪的指挥,不赞同罪的提议,因此身体就无事可做了,就等于失业了。 本来我的口是常骂人的,现在这一个口不骂人了,失业了。 本来我的手是常与人打架的,现在的新人不赞同打架,手就不打架了,失业了。 现在我的眼睛在不可看的事上失业了,耳朵在不可听的事上失业了。 犯罪的身体,在犯罪的事上就失业了。 这就是这里圣经所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 明白告诉我们神所对付的,乃是我们的旧人。 结果怎样呢? 使罪深失业。 执意,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叫我们不必再听罪的摆布,叫我们和罪无关,而不再过犯罪的生活。 我们可以看出来,神救法的基本点,乃是先对付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就是救人,照神看来是非死不可的。 这个生命若是不死,就不知道要生出多少罪的东西出来。 他要生出嫉妒,骄傲,凶杀,奸淫,这一切罪恶的东西来。 他生下来就是喜欢犯罪的,就是你压制他,约束他,他还是喜欢犯罪的。 叫他犯罪,丝毫不必用气力,也不要花功夫。 叫他不犯罪,叫他忍耐,叫他有爱心,是难上加难,所以神非把他除掉不可。 生命需要断气,救人需要死。 只有救人死了,罪就没有帮手了,把他致死。 有一次,我到我一个朋友家里去,他家里有一个佣人,叫他吃了很多的苦。 这个佣人不但不肯好好做事,而且还要偷。 一个作用人的所有的坏处,他都有。 我的朋友就问我怎么办,他的意思是要我劝劝他,把他改变。 我对他说,我的办法很简单,不是把它改变,乃是改换。 请他走,换一个就是了。 神对于我们这个人也是这样。 人的生命是劝不好,改不了的。 神说我不要你了,就把他治死,这是神的救法。 许多时候,我们的办法和神的救法不同,就在这里。 我们尝试盼望能压制罪,要制服罪的试探,但是能有什么功效呢? 我承认,有些人没有信主,但是和以前不同了,外表是改了样子了。 从前所犯的一些罪,现在不犯了,从前是很粗鲁的,现在温讯的多了。 但是这不是神的救法。 神的救法不重在从前犯罪多少,现在减少了多少。 从前如何粗鲁,现在文雅了多少。 神看我们的生命就是犯罪的生命,因此他也就从根本上来解决,把这个生命铲除了。 这个生命活着一天,就要犯罪一天,只有让他死了,死了就不犯罪了。 不是比如死,这个死,也并不是通常所说的,以往种种比如昨日死的那个死。 比如有的人说,我这个人最喜欢骂人,非常不好,从今天起,以往的我比如死了,算他过去了,从今我再不骂人了。 稀奇的是,这样比如他死,却总是不死。 你只能在心理上比如他死,在事实上他比如不死。 结果你总是碰到他,你一转身总会碰到他,他总是跟着你。 骂人这件事,在这个人身上总是比如不死的。 怎样能死,乃是所有的问题。 在基督里死,我们怎么能够死呢? 这仍是因为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面。 神叫基督死了,我们因着在他里面也就死了。 像前面所说,我们的罪的赦免,是因着我们在基督里面,神刑罚了基督,就是刑罚了我们,我们的罪就得赦免了。 我们没有法子弄死我们自己,是神把我们包括在基督的死里,因此我们就得以在基督里死了。 我们再把罗马六章六节看一次,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救人是非死不可的,不死是没有办法的,而且死也不是容易的事,所以神就使我们和基督同钉了十字架。 当基督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些人都包括在他里面了。 从那时候起,我们所有的人就不再是自己了,因此我们也不存在了。 不是我们去钉死的,乃是在他里面同钉死的。 只要你是在基督里,你的救人就能得以解决,就能从基本上脱离罪。 与基督同钉了十字架。 我们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不但罗马书是这样说,圣经别的地方,也是这样说。 加拉太二章二十节,也是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再看加拉太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不是我们去钉,是已经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前面我们说到,当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担当了我们的罪。 现在我们看见,他在十字架上,也担当了我们这个人。 他既替代了我们的罪,又替代了我们这个人。 那一天在十字架上,不只有你我的罪,更有你我这个人。 神不光把我们的罪包括在基督里,也把你我这个人包括在他里面。 所以,神定了耶稣基督,也就是定了我们。 能够看见这个就好了。 有一首诗歌,诗歌三六五首,说得很好。 我与基督以同钉死,十架已将我解释。 我与基督以同复活,他生我理,管理我。 与基督同死,何等的安事? 托世间,自己,罪恶。 与基督同活,何等的超脱? 他生我理,管理我。 诗歌第三百六十五首, 基督是团体人。 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见,基督不是一个个人,他是一个团体的人,cooperative man。 在中国话中,没有团体的人这个词,他有点像法律上所用的法人,就是包括了一切在那个团体里面的人。 法人所做的,就是其中一切人所做的。 如同前面曾用过的比方,如果皇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那么皇帝就包括了他所有的子子孙孙。 如果那个时候,持有把皇帝杀了,那么整个中华民族也就都死了。 照样,我们都是包括在基督里面的,如果基督是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一切在他里面的人,也就都死在十字架上了。 他受了刑罚,我们的罪就得着了赦免。 因为他死了,我们就能够脱离自己。 在消极方面,我们在外面罪的表现,在里面罪的生命都解决了。 在积极方面,就叫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起头,可以得着从神来的新生命。 第三篇,基督在圣灵里做生命。 我们曾经看过,神是把我们这些人都包括在基督里面。 神就在基督里面,替我们成功了旧法,替我们成功了一切的事情。 不错,神是把我们包括在基督里面了,但是这是在神那方面所做的事。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能得到基督到我里面来,与我这个人发生关系呢? 能使基督进到我们这个人里面,和我们发生密切的关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基督自己也在约翰福音里一直地这样说,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 这样的彼此在里面,才是真正的合一,才能叫神所做的一切,真正地完成在我们身上。 更完全地联合,我们已经被神包括在基督里面了。 但是我们更要看见,基督怎样才能到我们里面。 唯有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这样的联合,才是实实在在的,基督所有的一切,才会成功地做在我们的身上。 和基督有这样的联合,才算是完全的联合,完全的合一。 有一天,我看见一个铁匠在那里打铁,他把一大块黑铁放在炉子里去烧,烧得通红,然后拿出来打。 他旁边有一个学徒,把纸卷成一个纸卷,要引一个火。 他并不把纸卷放在炉子里去引火,他只要把一头放在那块红铁上,一下子纸就烧起来了。 我看见了以后,就觉得稀奇,铁居然生出火来。 是的,这一块铁现在和别的铁是不同了。 你说它是铁,它里面却有火,你说它是火,它实在是快铁。 它又是铁又是火,火在铁里,铁也在火里。 它有铁的重量,它红的又是火的形状,所以把纸头往上一放,纸就着起来了。 神要基督和我们的合一,也像铁与火一样。 神在基督里,把我们的罪都赦免了,把我们的救人都了结了,但是他不停在这里, 他更要使基督与我们合而为一,像那块铁与火一样。 不光一切是铁的都在火里,也要一切是火的都在铁里。 神也要使基督所示的一切都做到我们里面。 我们还是要看神怎样成功这件事,我们暂时不说我们当做什么,我们是看神怎样使基督和我们打成一片。 前面我们所看过的,都是说神怎样使我们在基督里,怎样替我们成功的救法。 可是要使基督做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好像铁与火的联合一样, 神就必须在基督身上有一个步骤,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这也是在这一篇中我们所要看见的,受时空限制的耶稣。 我们既然知道,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所成功的人,也就是说神披上了人的肉体。 神若不披上肉体,不成功做人,他就不能完成救法,因此他必须先来成功做一个人。 但是他一披上了人的肉体,立刻就受到两种的迁累,一种是受空间的限制,一种是受时间的支配。 他若光做神,他就不在空间之内,也不在时间之内,也不受他们的迁累。 但是他一开始穿上了肉体,也就受空间和时间的迁累,像我们一切有肉体的人一样。 肉体怎么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和支配呢? 比方说,一个人现在在天津,他就不能同时又在北平,又在上海。 若是一个人现在在中国,他就不能同时又在美国,又在英国。 只要你有一个身体,你就得受地方的限制,叫你在这里,就是在这里,不能在这里又在那里。 这个身体就限制了我们,不能同时在天津,又在上海。 我们也受时空限制。 同时,我们的身体也要受时间的支配。 同一时间内,我们不能在两个地方出现,而且今天看见了你,明天不一定能看见你。 今年看见了你,明年就不一定能看见你。 甚至我也常遇到一种事,上一点钟还和他说话,下一点钟就再也不能和他说话了。 这就是肉体要受时间的支配。 我们现在是相聚在一起,下一点钟我们必须分散了。 所有的肉体都得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和支配。 这样,拿撒勒人耶稣,也就是在肉体里的基督,既然也在空间和时间的迁累中。 所以,当他在肉体里面的时候,神只能把我们包括在基督里,替我们完成旧法,却还不能叫我们进到他里面,因为我们不能进到另一个肉体里面。 就着我们来说,基督既带着肉体,我们也不能进到他里面去。 不论是我们要进到基督里面,与他合而为一,或是基督进到我们里面,与我们合而为一,基督都得不能是一个肉体的基督,必须是另外一个形体的基督才可以。 基督必须变成另外一个样子,那才能够与我们合一。 火所以能够到铁里面去,是因为火是一个能出来的东西。 你不能叫这一块木头进到铁里面去,不能。 基督如果要到我们里面来,就必须变成另一种样子才可以。 不再凭肉体认识基督。 新约灵后五章十六节,外貌两个字,照着注释的小字,改为肉体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肉体认人了。 虽然凭着肉体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在这里,使徒给我们看见一个顶要紧的道理,就是今天使徒们所传的基督,不是一个在肉体中的基督。 今天所传的基督,与以前那个在肉体里的基督大大的两样。 以前十二个使徒所认识的基督是在肉体里的,基督怎样和他们一起吃,一起住,一同走路,一同渡海。 他们和基督一同到这里,一同到那里。 他们观看他的脸,摸他的手,轻而听见他的声音,亲眼观看他的动作。 一切所认识的,都是凭着基督的肉体。 但是,你读了这一处的圣经,稀奇得很,如今不再这样,凭着肉体认识基督了,凭着肉体所认识的基督,没有用处了。 亲近基督会受限制。 为什么要有这一节圣经呢?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如果基督今天还是在肉体里面,他仍然要受空间和时间的支配。 他若是仍旧在肉体里面,我们有的时候能亲近他,有的时候就远离他。 有的地方的人能亲近他,其他地方的人就得远离他。 如果今天基督还在世界上,还是在他的肉体里面,朋友们,请你注意,这是我们信仰中顶紧要的事, 那么我们所传的,就是一位在肉体里的基督,你就看见要有什么事发生。 这一位在肉体里的基督,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如果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才能够亲近他,在天津的人就不能亲近他了。 如果他到天津来了,那么只有我们在天津的人能看见他,能听见他,但是在耶路撒冷的人就看不见他,也听不见他了。 因为他和我们都受了地方的限制,去见他非常不方便。 或者他常住在耶路撒冷,我们怎么能见他呢? 也许我们一年一次,或者三年一次,花路费跑到耶路撒冷去看看基督是怎么样的。 这一位活神所成的人,既是住在耶路撒冷,我们就当最少一年一次的到耶路撒冷去朝见他。 当你到了耶路撒冷,你和他在一起是很亲近的。 但是你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与他远离了。 所以你看见吗? 如果基督还是在肉体里,我们所信的仍不过是个物质的宗教。 基督教就会在世界上有一个中心,在地上有一个中央,来支配全世界的基督徒。 当十二个门徒与基督在一起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基督还在肉体里面, 当基督讲道的时候,还有人音不在场而没有听见的。 有的时候,他只对三个人说,其余九个就没有听见。 有的时候,他对十一个人说的话,仍有一个因为不在,所以也没有听见。 就是他们都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也有亲近与疏远的分别。 有的人亲近到把头靠在他的怀里,有的人就不能。 都是因着他有肉体的缘故,就受了时间和空间的支配。 基督需要解脱去他的肉体。 如果有人来问我们说,假如基督今天还带着肉体,活在地上,像当初十二个使徒所认识的那样,你喜欢不喜欢? 我要回答说,我个人一点都不喜欢,因为对我没有多大用处。 如果拿撒勒人耶稣今天在这里,我们和他仍旧是隔离的。 他不能到我们里面来,我们也不能到他里面去。 不能,因为他带着肉体。 他不能带着那个肉体而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也不能进到他那个肉体里面去。 这就是我们所重看的一点,基督必须解脱去他的肉体。 死就解脱他的肉体。 基督怎能解脱他的肉体呢? 乃是借着他的死。 请你记得,基督的死,不只是为着担当我们的罪,基督的死也不只是对付了我们的救人。 基督的死,也是为着解脱他自己的肉体,叫他从此后不再在肉体里面了。 他借着死,解脱了他的肉体,就进到灵里面。 我并不是说基督复活之后没有身体,我是说基督在复活之后成为灵了。 现在他也有灵,有魂,有身体,但却是在灵里的。 穿上了灵,什么叫做在肉体里,什么叫做在灵里呢? 这就好像穿衣服一样。 在肉体里,就像是穿上肉体,在灵里,就像是穿上了灵。 基督本来是穿上了肉体,等到他死的时候,就把肉体解脱了,换成了一个复活的身体,穿上另一件衣服,就是灵。 现在的基督穿上的是灵,像他从前穿上的是肉体一样。 因此我们对基督就会有两种的认识。 我们可以认识一位在肉体里的基督,又可以认识一位在灵里的基督。 有的人以认识肉体的基督为宝贝,实在认识那位在灵里的基督更宝贝。 在灵里的基督,就叫我们能到他里面去,也能叫他到我们里面来,叫我们和他有密切的合一。 现在能够在我们里面。 圣经多次给我们看见,神是三而一的。 神自己曾披上肉体做基督,现在神也披上了灵。 所以神、基督、圣灵,三个就是一个。 从前披上肉体的基督,到处受限制,现在披上了灵的基督,就能够无往不在,也能够住在每一个人的里面。 每一个要得他的人都能够得到,每一个信他的人也都能接受他。 因为他已经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够与他合而为一。 如果基督现在不是活在圣灵里,则我们的信仰便是死的,基督教也就是个死宗教,像其他的宗教一样。 如果基督今天不是在灵里,我们所信的,不过是些教义教规之类的东西,我们实际上就一无所得,因为在肉体里的基督,不能进到我们的里面。 把笔交写字。 我虽然写了不少的字,但是我的字写得不算好,也许是因我不肯学。 我小的时候,家父请过一位老先生教我写字,可是我一直顶撞他,不肯好好地跟他学。 先生看我这个情形,顶生气,对我说,看你的弟弟和两个子子都写得规规矩矩的,就是你不行。 后来他说,要把笔交。 他那个大手,就把住了我这只小手,连手带笔拖过来拖过去的血。 我的手虽然被他的大手抓住了,我还是做梗,不和他合作。 他停住了,我又加长了一点。 他要画直了,我偏给他弯下去,终究写不出好字。 有一天,先生对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叫我永远忘记不了。 他说,我巴不得钻到你里面去,才能叫你把字写好,到里面来做生命。 神对我们人的救法,就是进到我们人里面,做有效而彻底的拯救。 他不是在外面教你怎样怎样,也不是拉着你的手,把你拖来拖去,不准你这样那样,要你这样那样。 他是解脱了他的肉体,进到灵里,就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来,做我们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他自己来。 那位老先生,想要做而做不到的,神都因着他在灵里,完全做到了。 宝慧师,基督怎样在圣灵里呢? 我们要稍微仔细一点的,来看约翰福音里的一段话。 约翰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这里说的宝慧师,大家都知道是指着圣灵说的。 这个字的原文是pericotos,是前后两个意思的字组成的。 前面的par就是在旁边的意思,后面的kotos有帮助扶持的意思。 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在旁边扶持你的中文一座宝慧师,意思就是说有一位在你近旁,帮助你,扶持你,看顾你的。 这里主球副,打发一位宝慧师,靠近你,帮助你,就是实际的灵。 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这位宝慧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我个人觉得真理更好翻作实际,因为所有属灵的实际都是在圣灵里的。 有了圣灵才有实际,所以宝慧师就是实际的灵。 这位实际的灵,是指与信徒发生关系,与世人是不发生关系的。 为什么世人不接受他呢? 第一个原因是看不见他,世人通常都是因看不见而不能接受。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不认识他,不认识的事情通常也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主说,你们却认识他,基督徒所以认识圣灵,是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 圣灵直到今天,一直地与信徒同在,这是事实。 但是请注意下面说,也要在你们里面,这个要字是指着将来。 主的话是说,这位圣灵是与你们同在了,但是有一天来到,这一位圣灵要住到你们里面了。 这一点,下面还要再看。 十八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什么是孤儿呢? 就是没有父亲照管的孩子。 有父亲的孩子,吃饭穿衣,读书,要用的纸笔等等,都是父亲替他预备,父亲替他做一切。 没有父亲的孤儿,就要自己去预备一切。 主这里说,我不肯让你们自己去管一切属灵的事,像孤儿一样。 我还是要来,来做你们的父亲,扶持照管你们。 两个代名词。 这里我请你们注意,十七节的代名词和十八节的代名词。 十七节是说,他常与你们同在,用他。 十八节是说,我必到你们这里来,用我。 十七节的他和十八节的我有什么关系呢? 是指两个呢?还是指一个? 最好我们再把这二节来读一次,看看十七节的他是谁。 十八节的我又是谁。 如果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而我是这样说,刚才有一个人从马场到雇了一辆娇皮,天津人称人力车,讲定十八个大子拉到药华里。 到了以后,他就找着八十二号走了进来。 进来一看,已经有很多人坐在这里了,我就开始讲到,请你告诉我,那个人和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那个人就是我,我就是那个人,不过说法不同就是了。 同样,十八节的我,也就是十七节的他。 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主要求父,父就打发宝慧师到门徒中间来。 这位宝慧师就是圣灵,也就是住在门徒里面的基督,好叫他们不做锅。 我是在他里面。 这里的圣经真是宝贵。 当基督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圣灵就是宝慧师,是活在他里面。 当基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他是在圣灵里面。 所以当基督活着,与门徒同在的时候,圣灵因为在基督里面,所以也常与门徒同在。 但是过些日子以后呢,基督借着死而复活,他就在圣灵里面了。 所以基督就借着圣灵,由着圣灵,经过圣灵,到门徒里面来了。 说是圣灵在门徒的里面,其实乃是基督在门徒的里面。 所以,这段圣经上文说他,要在你们里面,下文就说我,在你们里面。 二十,因为我是在他里面,拉着戴手套的手。 有一次,我在开封与一位朋友谈到基督怎样在圣灵里的事。 有一位外国小姐进来,要和我打招呼,也正要把手套脱下来和我拉手。 我就赶快迎上去,说不必脱手套,就是这样好了。 我的手就这样拉着她戴手套的手。 我就对我的朋友说,我现在是拉着她的手套呢,还是拉着她的手。 你若说拉着的是手套,但我明明地拉着她的手。 你若说我拉着的是她的手,但我又只是拉着她的手套。 就像基督在圣灵里一样,你拉着外面的圣灵,就是拉着里面的基督。 你接受圣灵,就是接受基督。 我的朋友说,我懂了,我懂了。 这就如同我们在起初所讲的,那位拿撒勒人耶稣如何是神一样。 你说她是神,她实在是神,你说她是人,她实在又是人。 你摸她神的那部分,你就不能不摸他人的那部分。 你摸他人的那部分,同时你也必须摸他神的那部分。 同样,如今基督的那部分,也就是圣灵的那部分。 所以,基督就把不同的两个名词互相对调的应用,圣灵在他里面,他又在圣灵里面。 他就能在我们里面。 我们在往下读十九至二十节,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这里主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解脱他的肉体,而到圣灵里面的目的,乃是为着叫我们这些信他的人,都知道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成功做一个完全的联合。 这件事,要到那日才能实现,就是基督在圣灵里,圣灵又到我们里面的那一天,我们才能知道,知道主在父里面,我们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的联合。 这样的联合,就叫神所有在基督身上所做的,都能做到我们的身上来。 神一切所示的,也都借着基督,通到我们身上来,成为我们的了。 神就在此与人合一。 我们和基督成为一灵。 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复活了。 但是基督如果没有在圣灵里降临,救恩救仁就没有成功,因为基督和我们还连不起来。 就像我的老先生所说的,他巴不得钻到我里面去,可惜他不能。 但是,基督已经有了一个属灵的身体,他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要接受基督,因为他在灵里,也就有接受的可能。 而且圣经也说,凡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灵前六时期,基督在灵里面,我们也都是有灵的,我们的灵。 接受这位在灵里的基督,二灵就成为一灵,合而为一。 这是最宝贝的地方,若是没有这一点,我们所信的,仍旧是个普通的宗教,没有多大意思,不能成功里面的拯救。 基督去死,对我们有意。 再看约翰福音,这次看十六章七节,起头的,然而不必读他,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意的,我若不去,宝贵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查他来。 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必须去死的真情。 他一天带着肉体,宝贵师就一天不能来。 只要他还是在肉体里的基督,圣灵里的基督,就永不能来。 所以他去死,是对我们有意的。 我在上海的时候,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可惜基督升天去了,如果他今天还在地上的话,无论距离多远,我都要去找他。 我真盼望,能和当日的门徒一样,和他同走,同住,一同吃饭。 我一面听,一面用眼睛望着他,对他说,我才不羡慕彼得约翰那班人。 他问我说,你是什么意思? 我就对他说,你知道吗? 我所认识的基督,比彼得他们在地上所认识的更清楚。 不但我是这样,每一个接受了基督的人,都当说,彼得他们不过摸着一位肉体的基督,我们却是认识一位在灵里的基督。 他们的基督是能分开的,是今天在,明天会不在的。 我们的基督是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我们在那里,他也在那里。 我甚至都不怕下地狱,我如果下地狱,神在我里面,也要同我一同下去。 在圣灵里才认识他。 彼得什么时候才清楚地认识基督呢? 不是那三年多跟着主走来走去的时候。 那时的他们,所认识的,不过是一位拿撒勒人耶稣。 直到基督复活以后,在圣灵里了,他们才认识他,像我们今天所认识的。 基督若不是在圣灵里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不能够真的认识他。 前几年,我路过埃及,同行的人中有几个西国教士,劝我转去巴勒斯坦,住上两个月,到处去看一看。 他们说,你去看看耶路撒冷,看看耶稣降生的伯利恒,看看耶稣受死的各个他,以及其他许多许多的古迹,会帮助你更有信心。 那时,我有空的时间也有足够的路费,可是我回答他们说,我不想去,他既不会帮助我的信心,更不能帮助我对基督多认识一点。 我所信的基督,绝不会受耶路撒冷的影响。 就是耶路撒冷没有了,加利利,拿撒勒都消失了,我还是认识他。 我与他是合一的,我并不受外面的帮助而认识他。 我一点也不宝贝所谓的马槽,十字架的木头,大钉子。 这些东西,最多不过帮助我认识在肉体里的基督,但是更宝贝的乃是认识在灵里的基督。 在灵里的基督更实在,因此我的认识也更实在,比你这个人在这里更实在,比我这个人的存在更实在。 是一位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 我们曾读过一处圣经,叫我们不再凭着肉体认识基督。 如果我们所信仰的,不过是外面的一个宗教,那我们就需要一个圣地,如同屈腹,卖家等地方,来做我们的中心,叫我们去敬拜,去瞻仰。 但是我们所信的,乃是一位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叫我们知道他活在我们里面,他又是在天上的神。 我们认识他不只在天上做神,他也曾经是肉体的基督,现在住在圣灵里面了。 肉体的基督已经过去,现在是在圣灵里的基督,所以能够住在我的里面。 前一半加上后一半。 亲爱的朋友,我请问你,你所认识的基督是在肉体里的呢,或者是在圣灵里? 或者这样说,你所认识的基督是在四福音里的呢,还是在书信里的? 我不是说对于四福音里的基督不要相信,你要相信,但那不过是前一半,你还当加上后一半就是在圣灵里的基督。 到这里为止,我们对于这位神的琐事,已经看了三方面,也是我们对于神的信仰上的三方面。 第一,就是天上的神。 第二,就是到地上来成功做人的神耶稣。 第三,在圣灵里的神。 这三方面,也是我们的三部经历。 第四篇,得生命是阴械。 现在,我们要来看在我们基督徒信仰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神救恩的最高点,就是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如何成功在我们身上。 神为了要使我们能认识他,能接触他,所以曾经成功做一个人,好叫我们因着这一个人,就能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这一个神所成功的人,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穿上了肉身的人。 按着肉身说,耶稣和我们人的肉身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按着他里面的生命来说,他就和我们大大不相同。 他所有的生命,纯全是神的生命。 他生命的特性,也就是神生命的特性。 所以,以后神赐给一切在基督里之人的生命,也就是当初那个在拿撒勒人耶稣里的生命,死把生命释放出来。 但是当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神还不能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 一方面是因为基督耶稣还带着肉身,他的生命因着肉身,就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还无法进到信他的人里面,做信他之人的新生命。 因此,基督还必须在肉身里死,死就把他的肉身解脱开,叫他的生命被释放出来。 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主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接出许多子粒来,主把自己比作一粒麦子,生命包藏在子粒里。 当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的时候,就是他的生命释放出来,才能接出许多子粒来。 所以,神不单是要成功做肉身,还要在肉身里死,好使他的生命不再在肉身里,而释放在圣灵里,从此以后,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能分次给一切相信他的人。 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不单是为着赎人的罪,更是为着将神的生命释放出来。 为赎罪是附带的,为释放生命才是主要的。 死也为解决我们的罪。 另一方面,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也不能把生命赐给我们。 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也解决我们的罪,好叫神有一个意的立场,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同时,叫我们也有一个合一的地位,接受神所赐的新生命。 神把独生子给人。 有一处圣经,可能是我们常听到的,就是约翰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这处圣经中有两个重点,是我要特别提出来说的。 这里不是说神爱罪人,乃是说神爱世人。 世人的人,有其一定的水平,但是罪人就低于那个水平。 我并不是说神不爱罪人,乃是说神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永生赐给那个水平的人。 人无论怎么做好,总不能超过人的水平,还需要得永生。 何况一个罪人,他因着低于人的水平,所以神要把永生赐给他之前,还必须叫他的罪的赦免,得解决,叫他不再是个罪人。 所以需要基督为他的罪受死,付出赎架,叫他不再是个罪人。 但是单单接受罪的赦免,不过是恢复了亚当为犯罪时的光景,他仍旧是一个人,他的生命是人的生命,是一个合乎水平的人。 神还要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人,叫人得着永生,这才是神救恩的最高点。 神不仅要恢复我们在亚当里所失去的,更是要我们得着亚当所未得着的。 亚当并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即使他为犯罪,他仍旧不过是个人,和神的生命无分无关。 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的,就比他多得多了。 我们除了有人的生命以外,还加上了一个新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永生。 永世的生命,什么是永生呢? 永字有永世的意思,永生也可说是永世的生命。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不能活在永世里,唯有在神儿子里的生命,才能活在永世里。 若是把我这个生命放在永世里,一下子救了,不能活。 好像你不能把鱼放在空中,把鸟放在水中,放进去就不能活。 人的生命只能暂时活在地上,不能在永世里活。 只有永世的生命,才能在永世里活。 永生是在神儿子里。 约一五章十一至十二节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永世的生命是在他儿子里面的,是别处没有的。 人若没有这个在神儿子里面的生命,不过是个人,只能活在地上,不能活在永世里,他没有那个能活在永世里的生命。 神的儿子死而复活以后就成功做圣灵,就不再受世间空间的限制,叫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接受他。 从前如何接受神的儿子,就是接受神,现在就如何接受圣灵的,就是接受神的儿子。 林前十五章四十五节末了说,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更好一座。 末后的亚当就是基督,成了次人生命的灵,叫一切接受基督的人。 不单是罪的赦免,更得着一个新生命,也就是神所赐的永生,必须重生。 约翰三章七节说,你们必须重生,得这个新生命是必须的,是我们基督徒信仰中最重要的。 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的分别也就在这里。 约翼五章十二节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十三节又继续说,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里不是道理,也不是什么行为。 功德,乃是有没有接受神的儿子,有没有得到永生。 不是人做什么? 神对我们人生命的处置,不是去改良它,乃是在十字架上把它废除。 神是将我们旧人与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把它了结了。 又叫我们在基督里和他同活,使基督做我们的新生命,成为新人,叫我们有新的起头,过一个新的生活。 这一切都是神在基督里所成功的事实。 人在这里并不能做什么,人所能做的只是相信,接受就够了。 要人做什么的,要人修炼什么的,要人改良什么的,都是一般的宗教,不是让基督做生命。 我第一次到福建南部去做工的时候,来赴聚会的人约有一千五百人之多。 我只讲了三次,全城的牧师就都害怕起来。 他们请了我去,并对我说,你先生,我们请你来讲道,是要你叫教友们发热心,多做工,多使奉神。 但是你对他们说,你们不必做什么,只要接受基督就够了。 他们本来就不肯做,经你这么一说,今后恐怕就不做了。 你来此时短期的,你可以说完了就走,我们还要长期在此。 以后怎么办呢? 我说,现在才聚了两天的会,还有十六天呢。 请各位暂时忍耐,等到末了再看如何。 基督在人里面所做的,比人靠自己所做的多得多。 我信任若信我所传的福音,他们的光景一定会有改变。 当时,他们对我的话还信不来,只因既然请我来了,又不能不要我讲。 我虽然说,后果由我负责,他们仍是摇头说,危险得很。 不过以后又过了一周多,就有许多牧师来向我赔不是。 他们说,真的,只有接受神儿子在里面做的功,比靠自己做得更好。 神赐给人接受。 约翰三章十六节,也要和一章十二节合起来读。 三章十六节是说,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人。 约翰一章十二节就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所以,怎样得到这个生命呢? 非常简单,神赐给,人接受,就是这么容易。 接受神的赐给,不怀疑,不犹豫,越简单越好。 斯布珍先生是美国的一位名不道家,有一次对一些学生讲到如何祷告。 有个学生问他,祷告以后如何能得着神的答应? 他就从袋中拿出他的金表来,放在桌子上,并且对学生们说,谁愿意要这个表,可以来拿去。 那些学生立刻就议论纷纷。 有的想,这样好的表要送人,真的? 假的,有的想,我要是去拿,他把表向上一提,我够不到,岂不丢脸? 也有人想,我去拿,他又不给了,真没有意思。 等了一会,有一个小女孩子走到斯布珍跟前说,我要。 斯布珍立刻把表放在他手中,真的给了他,并且嘱咐他说,不要掉在地上,免得跌坏了。 当其他的学生正在懊悔不迭的时候,斯布珍说,我说送给人就是送给人,你们为什么不信呢? 神给我们的,笔表贵重得多了,乃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做我们的生命。 神要赐给,我们为什么不信呢? 为什么不接受呢? 简单地相信,接受,就得这永生。 相信就像吸气。 有一位梅尔先生,也是被神大用的一位传道人。 初时,他也不大领会基督如何在圣灵里做生命,也不领会怎样就接受这个生命。 有一天,他上山去祷告,盼望得到神的儿子做生命。 忽然之间,他明白了,只要简单地相信就够了。 他就做了个深呼吸,一面深深地把气呼出,又深深地把气吸入,一面祷告说, 主,我用信心像吸空气一样把你吸进来了。 他下山以后,向人做见证说,那一天,他将神儿子吸进来,生命就有了大的改变。 接受神儿子做生命,是一件最简单的事,就像呼吸空气一样的简单。 凭信心,不凭感觉。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尼先生,我是很愿意接受神儿子做我的生命,我也曾跪下祷告过,告诉神说,我愿意接受基督做我的生命。 但是,有人告诉我,基督到我们里面,都会有一种热啦啦的感觉。 怎么我跪下来的时候,心里是冰冷冷的,祷告完了之后,心里仍是冰冷冷的,叫我怎么能说我是接受了神儿子做生命呢? 我就对他说,圣经从来没有说,人接受神儿子做生命的时候,必须心里是热啦啦的,或者心里是冷冰冰的。 圣经只说要信,是凭信心,不是凭感觉。 若只凭感觉来断定有没有得着,而不是因信神的话,那就等于以神为说谎的。 神说给了就是给了,与你的感觉没有多大关系。 荣耀跟着信心。 有一年在烟台,就有一位弟兄对我说,我是相信神的儿子做了我的生命,可是我并不觉得荣耀是不是我还没有真接受。 我就对他说,你的情形,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这好像三个人在一道很窄的墙上,一个跟一个地往前走。 假走在最前面,代表神儿子做我们生命这个事实。 以走在当中,代表我们的信心。 因着神所完成的事实,所以跟着我们就有信心。 并走在最后面,代表人所有的荣耀感觉。 这个荣耀感觉,是当人信了之后而产生的,所以行在最后。 当三人同往前行的时候,当中的以,只能看见前面的假,正如我们的信心, 是因看见神所做的事实而有的。 神已赐了他的儿子做我们的生命,我们看见了这个事实,就产生了信心,所以已只能看前面的假。 我们有了信心之后,才生出做神儿子的荣耀感觉,所以丙所看见的乃是以,而不是假。 若是以不看假,而转过头来看饼,他就会从墙上跌落下去,因为没有事实根据的信心,就是虚浮的信心。 一若跌落下去,饼也就跟着跌落下去,那就什么荣耀的感觉都没有了。 所以,不是去注意什么荣耀的感觉,只跟定信先往前就够了。 何况神在基督里已经做成了一切,基督也已经死而复活,化身在圣灵里了。 他现在就是准备著作到你身上,只要你一信就成了。 若是神没有赐下他的儿子,就是你有荣耀的感觉,那个感觉也是靠不住的。 基督做了人的生命以后,非常明显的,就叫人有了大的改变,远非法律所能规范,道德所能熏陶的。 也不是改良,修炼所能成功的。 光是著名的大罪人,因接受了神儿子做生命,而大有改变的事实,我立刻就能举出几十个人来。 何况上千上万的基督徒都能做见证说,自从接受基督做生命之后,生活就有了大的改变,不是由于刻苦,努力,乃是由于这个奇妙,有能力的基督做我们的生命。